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化即是生活 文化即是生活 生活即是傳統 生活即是傳統 今天一個原住民族的獵人 在中華民國的管制之下 他要合法的受力要經過哪些程序 第一個 還要有合法的獵槍 首先他的槍枝必須在警方合組的空間之內去製造 然後他的獵槍有兩個選擇 做好之後 第一個 放在警察局 不過獵人告訴我們 放在警察局的獵槍總是會莫名其妙的損壞 總是沒有辦法在需要使用的時候 在適當的時間拿出來使用 那如果你選擇放在家裡 好 那你就等於是警方的 潛性的獵管單位 他一天到晚去你家 一千到晚騷擾你 一千到晚說 你家的獵槍怎麼樣 你最近有沒有上山打獵 然後你擁有了合法的獵槍 擁有了自製的獵槍之後還不夠 你還要能夠合法的獵槍 什麼叫合法的獵槍 你必須要在一定的時間之前去提出申請 我今天要自己獵槍 我有幾個人 我用幾把獵槍 然後我要在我們申請的時間提前一個月 上一次被男主罰不如的案例就是這樣 雖然他們已經合法申請 可是到了祭典期間所有人都回來 槍支不夠 臨時多帶槍支 這樣子不被允許 而即使我提報了所有合法的申請 警方還是會埋伏在現場 還是會在你們登記的時間之內 到現場去檢查你有沒有獵捕到合法的獵物 什麼叫合法獵物 就是不能獵捕到保育類動物 保育類動物是在保育誰 是在為誰而保育 大陸非常清楚 原住民族過去跟自然資源 跟我們的森林和平相處了數千年 有哪一種獵物 有哪一種動物在這個過程當中滅絕嗎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香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遺體中心PN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遺體中心PN的網站上面會直播 之後呢會在公庫的網站 我們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那今天節目要跟他談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 但是對很多人來講 他可能會充滿了非常非常多的疑惑 因為大概在這個之前有一位布農族的族人 王光露先生 因為他被認為非法持有槍枝 並且違反了這個槍炮彈要刀卸管制條例 以及野生動物保護法 那被判刑大概有三年六個月的這樣一個徒刑 那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發生呢 是因為王光露先生他的母親 90幾歲的母親想要吃這個山肉 那所以呢這個王光露就拿著這個獵槍去打獵 那但是就被認為這是有一個違反相關法律的這種行為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他涉及的有關於原住民的文化 或者是在於所謂的非法持有槍枝 甚至對於野生動物保護 稀有動物保育的這些看起來是一個糾葛上面的問題 不過如果我們從一個文化的角度來看 這似乎又是一個必須要去理解 必須要去認識的這個問題 而這個議題其實也引發了包括社運團體 或者學術界的這個連署的聲援王光露 那到目前為止大概有7000多位的民眾 還有很多的團體都來加入了這個聲援的部分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呢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小米歲原住民文化基金會董事 同時也是政大民族系的副教授 關大偉關老師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關老師您好 關老師您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談這個話題 就是剛剛特別在一開始也跟他提到 像王光露先生的這樣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知道在學界跟這個 聲援界也發起的這個連署 甚至也召開了記者會聲援王光露的 這樣的一個被判刑的這個一個現象 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們這個事件 到底學界或是聲援界為什麼要發起連署來聲援 聲援的內容大概是什麼呢 是首先我要向各位報告就是說 關於這件事情有一個誤解 可能的誤解應該要釐清就是說 好像看起來在一些媒體上的報導 好像是說因為王光露他很可憐 所以我們要求他不要入肩 希望幫他提這個非常上訴 或者是特色等等 意思是因為他很可憐 其實不是 不是因為他很可憐 所以我們要提非常上訴 而是因為現在的這個法律這個制度 造成他很可憐 那這個法律這個制度造成他很可憐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法律這個制度 對原住民的文化 它有一個嚴重的這種偏見跟誤解 那這個是這一次的這個連署 還有要聲援救援王光露的這個行動 最重要的一個訴求 OK 特別是我剛剛提到的 關老師特別提到說 在現有的法律的這個制度底下 那對原住民的這種文化 甚至在某種的 我覺得某種程度是這種所謂生存權的 一種非常嚴重的這個衝突 甚至是一種侵犯 那不過我們待會會不會落頭來談 現有法令的部分 我想要知道是王光露的例子 是台灣第一次發生嗎 或是過去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例子 當然不是第一個例子 他也很可能不會是最後一個例子 在過去一直到現在 有太多這樣的案件發生了 我們來看看王光露的這個案例 他在非法持有槍械的部分 是被判刑三年 三年多 那他的這個獵捕野生動物的這個部分 被判刑六個月 這個裡面其實不管是 非法持有槍械的這件事情 或者是獵捕野生動物這件事情 其實這裡面都存在著一些文化的偏見 先從槍這件事情來講 其實所有的文化 他都會有這個改造他的工具 改變他的工具 或者是這個在技術上面做改良 做精進 這樣的一種演變 任何對文化稍微有一點概念的人都知道說 文化它其實就是不斷在演變 在變動 跟著環境在調適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法律認為說 原住民呢 他在一些特定的條件下 可以持有獵槍 那個條件是說必須要是自製的獵槍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 如果他那個子彈是那個 有裝填火要擊發的子彈 就不行 必須是要閃彈槍才可以 這個其實都是警政署本身的這一種解釋 但是實際上 原住民在過去 甚至在清朝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文獻的記錄 跟清朝的這個對抗的時候 拿著槍都比清朝還好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已經有記錄布隆族的這個獵人 已經有那個連發的子彈的槍 意思就是說 原住民持有各種不同類型的這種槍的武器的 狩獵的工具 它其實跟著這個 它能夠接觸到的技術 而在改變 那所以把它限制在一個 某一種凍結的特定的時空 那其實是一種對文化的一種刻板印象 那第二個就是說 關於這個獵捕野生動物這件事情 這個其實也是跟原住民的文化 狩獵的文化有很大的衝突 我的意思是說 我舉一個例子 過去幾年 在這個 林務局 在這個丹大林場這邊 曾經有一個開放的一個實驗 實驗性的開放狩獵的這個 的這個 計畫 那這個計畫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讓布隆族的獵人 可以這個 進到這個丹大的這個林場裡面去狩獵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相對進步的做法 因為過去不行的 可是 之後聽這個布隆族的朋友說 這個這個開放狩獵的實驗 對他們也造成了這個困擾 這個困擾是什麼呢 這個困擾是 林務局說 這個你要上山狩獵之前 要先登記你要打什麼獵物 然後要打幾隻 這個在布隆族的文化裡面 叫做吹牛 因為你要上山之前 你就不可能知道 你會遇到什麼動物 你想要打到什麼 更不要講說 你先告訴大家說 你要打幾隻 好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 嗯 這種現代的生態學裡面 對於生態平衡的控制 是建立在對於物種的 數量 跟物種的這種調查上面 所以他要去計算 要去統計說 我到底什麼動物 有幾隻 這個是一個現代的生態學的原則 那但是 對於原住民的這種狩獵文化來講 並不表示說 他不去算打幾隻 或不先預告要打什麼獵物 就沒有任何的邏輯 在晚近 有一種生態學的分支 叫做地景生態學 我覺得這個地景生態學 大概是最好來解釋 這個大部分的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的一個 一個溝通的一個方式 意思是什麼 就是 一個獵人 他要去狩獵 他其實是受到很多的這種行為的規範 你在山上會遇到什麼獵物 你都不知道 那這個其實你在山上如果遇到很多獵物 你就打 你遇到很多獵物其實是一個這個 祖靈 都對你的一種祝福 那這個祝福是從哪裡而來 不是因為你技術很好 而是你平常在部落裡面 你就是要是一個行為端正的人 你是一個行為端正的人的時候 你到了這個山上 狩獵的時候就會得到祝福 所以有一位這個加拿大的學者 Scott Simon他說 原住民的狩獵就是宗教 因為他的狩獵行為裡面 包含了一種價值觀 一種靈性 一種信仰在這裡面 不只如此 狩獵包含的知識 除了對於那個動物的認識 動物的習性的認識 也包含對於他的七弟的認識 所以你要知道說 山羊會是在走峭壁 那那個山豬會越過林縣 會去容易到 那喜歡吃蕨類啊 吃那個姑婆魚啊 等等 那那個如果說你要去獵飛鼠的話 他是會容易 你要把那個陷阱放在樹枝分岔的地方 等等 對於這種地形的地物的知識 是這個原住民狩獵的知識 另外一個層次 但是也不只如此 還有包含這個地方 是哪一個家族的獵場 哪一個人常去的獵境或獵鳥 你不要去侵犯到別人 就布農族的例子來講 士族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控制獵場的這樣的一個單位 這也就是為什麼 布農族的達爾濟 他會邀請其他不同的士族 到他們的部落裡面來 去分享他們的獵物 因為透過這個分享跟邀請的時候 他同時也是確認 士族跟士族之間的獵場的關係 布農族來講 就是說這個狩獵除了是這個 對於獵物 動物本身的知識 還包含了對於他的習性 他的棲地的知識 除了這個之外 也包含那個社會的組織 對於獵場的管理的規則的知識 在布農族的例子來講 就是士族 士族對於這個獵場的這種控制跟分配 那人跟人之間的這種合作的關係 好 所以我們看到說整個狩獵文化 它其實是包含了一層一層的 從最物的對地的對社會的 甚至是那個家族的 士族的然後到價值觀的這種信仰 個人的品性的一種反應的 這樣的一個知識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透過對於這個 這樣的一套知識 對於地景的控制 什麼地方可以去 什麼地方不能去 什麼時候去 怎麼去 它同樣能夠達到一個效果 就是讓那個動物 可以源源不絕的在這個獵場裡面 產生生活 這個在屏東科技大學的這個裴佳琪老師 他也做過一個很深入的研究 他對盧凱族的狩獵文化做研究 他發現說 在盧凱族的這種狩獵的這種 禁地啊 聖地啊 等等 他就好像是一個這種 口袋一樣 這個獵物多的時候 這邊的這個獵物就跑出去 那獵物少的時候 因為這邊是這個禁地 所以呢 在這邊還能夠維持一個這個動物 在這邊生存的這種場所 所以這種對地的控制喔 其實就能夠達到一種 生態平衡的效果 那只不過今天 這個 我們的這個生態學 現代的生態學習慣用的這種 對於物種跟物種數量的控制喔 主導了我們對於這種 保育的思想 以至於說 透過這種野生動物保育法的這種 特定動物的這種管制的方式喔 想要去達到保育的效果 但是這個跟原住民的狩獵文化裡面 達到這種平衡的效果 邏輯上啊 是有所衝突的 簡單說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上它是兩套不同的生態觀 這兩套不同的生態觀 特別從原住民的這樣一個角度裡面 來看的話 它事實上也包括了一些傳統的文化 或者是傳統的一種對社群的關係 所謂的氏族的關係 甚至 跟所謂的祖靈之間的這種所謂的關聯性喔 不過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來看喔 現在的生態環境跟過去的生態環境是不太一樣 現在的居住環境跟過去的居住環境 恐怕有很大的差別 那也許有人會覺得說 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管制 沒有很好的規範 那難道是要讓整個台灣 就變成是一個自然的生態 然後我們在裡面的不同的人 他就很自然而然的 就能夠去砸到某種的平衡嗎 那這種管制 假設這種管制是必要的話 那對於所謂的物種的限制 或是區域的限制 不也是一種很自然的情況嗎 對 首先我非常贊同管老師所說的就是說 當然我們必須要經過一定的這種管制 一定的這種管理 對資源的管理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管理的方式應該是什麼 那我們也必須去面對一個現實 就是說 在今天 包含在原住民的社會裡面 你可能都會看到 年輕的一輩 他可能不像老的獵人這樣 有這樣的這種 對於這種規範的尊重 甚至你也可以看到到說 有年輕一輩的人 他可能去打獵 是跟三產店合作 前一陣子在那個 司馬庫斯的這個例子裡面 過去司馬庫斯很努力的在維護 他們的這種生態的環境 但是也會有人 愉悅的那個規矩去跟三老鼠 那個道法的集團合作 這個都是我們看到的現實的這個狀況 可是我們要問的是說 這個現實的狀況 它其實是一個果 不是一個因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這些失序的狀況 這些新的年輕的世代的人 不再去遵守過去的規範的狀況 不就是因為現在這一套新的制度 所造成的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這一套的 這種對於自然資源 對於森林 對於野生動物的管制的這個措施之下 都還出現這些失序的狀況 那我們要理解到就是說 這些失序的狀況 正是因為 原本過去原住民跟 土地跟山林這邊的這種 長期的互動所產生的那套規則 被抽離開來了 那現代國家進來之後 用了一套他認為 這種universal的 帶有這種權威的科學的 這樣的一種方式 跟一種官僚的系統 來做自然資源的管理 那這套管理系統 它真的比較智慧嗎 真的比較聰明嗎 還是只是因為說 國家的存在背後有陸海空三軍 有法院有監獄 在支持著這套做法 如果說我們看到 國家的做法的局限的時候 我們應該做的是 讓國家跟原住民的社區合作 讓有一位這個 印度裔的這個 美國級的這個政治生態學者 叫做Agora 他就提出一個觀念說 這個原住民的生態知識 已經在很多的例子裡面證實 它是有效的 它是有這種優勢的 特別是在這種 在地的細微而全貌的觀點 但是問題就是說 國家你不能夠想像說 我把這些知識來抽象化之後 把它套裝之後 然後我國家用官僚系統 來運用這套知識 是行不通的 不過既然 剛剛談到這是一個過 那我們也承認它是一個過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之下 恐怕也很難回到原來最原初的 那種所謂的生態習慣 或者是那種所謂的生態之間的 這種所謂的生活的方式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頭來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一些解決的方法 特別是觀安老師提到說 現在的國家跟傳統的部落之間 它一定是一種衝突跟對立的關係嗎 或者是我們談到所謂的科學性的官僚體系 一定是一個最好的方式嗎 難道沒有其他的這種可能性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頭來談論這個話題 在這個判決書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癥結在於 我們的獵槍 被判決書認為這不是自製的獵槍 剪刀的獵槍 不是透過傳統文化而製作的獵槍 那請問什麼叫透過傳統文化製造的獵槍 難道在法官的認定裡面 原住民族就是必須拿著原始的十字根 然後穿著傳統衣服 上山打烈這才叫做傳統嗎 那今天要列給母親吃 不算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那請問什麼叫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老人家的生活習慣如果不是傳統文化 那難道在官官面前跳舞 在國家的慶典上面跳舞 這才是傳統慶典的一部分嗎 這才是傳統嗎 接著他還在判決書裡面指出 狩獵是一種落後的行為 狩獵是一種過去在食物不充足的情形 所以必須進行的行為 請問 難道剛才前面已經提過了 原住民族的狩獵 它不只是會了獲取蛋白質 而是一種結合了部落的獵團 結合了部落的社會組織 結合了部落的文化習慣 而且要在狩獵前後搭配一系列的祭典跟禁忌 來搭配狩獵這個文化 它是維繫整個部落文化存續的功能 而不是像法官所說 他是在過去窮困的時代 必須靠打獵維神所進行的行為 最後 今天如果我們要讓獵巷能夠署罪 如果我們要讓獵人能夠回家 這關鍵是什麼 這關鍵是我們必須要重視狩獵 對於原住民族文化保存的重要性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會 各式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小 我們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特別請關大委、關老師 談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原住民的狩獵文化 從一個現代國家的這個角度來講 它似乎不但是被認為是落伍 而且是一種危險 甚至它可能也破壞了既有的這種生態 可是國家跟這個傳統部落 或是所謂的原住民跟漢人之間 那難道就只有這種所謂的 現代國家的這種所謂的規範 它才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嗎 或者是科學理性的 這種所謂的計算生態數量的方式 難道真的能夠去維護生態的這種平衡嗎 可是如果不這樣子做 那難道要回到傳統的這種所謂的部落的生活 在現實上面它是可行的嗎 我不曉得我們在現場跟大家連線的是 跟關老師在做這個聯繫 這個剛剛談到這些問題 就是那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又不可能回到傳統的部落 可是現在的國家似乎又有 它的某種的規訓的這種必要性 跟它的在制度上面的需要 那甚至它也是一種所謂的科學性的管理 這兩者之間有一些平衡 或者是到底是誰 誰列之間的問題嗎 謝謝管老師 我剛才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曾經提了一個事情叫做文化的偏見 就是說對於這種原住民狩獵 只能夠用特定的時空裡面的這種工具 或者是說這個原住民如果這個不去計算數量 或者是去計算物種的這種申報的這種狩獵 就是破壞這個平衡 這個可能存在一些誤解 我把它叫做文化的偏見 我在這邊想要稍微再解釋一下文化偏見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你知道說其實在現在的法律裡面 原住民是已經可以恢復自己的傳統姓名了 所以幾年前我們有一個原民會的主委叫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 他就恢復他的傳統姓名 但是你知道當原住民一開始在恢復這個傳統姓名的時候 當時的這個身份證上面的欄位 只有四個格子 意思就是說 那個你的名字如果超過四個字就寫不下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的身份證 他的那個姓名欄就寫這個 詳見被註就翻到身份證後面的被註欄這樣子 那因為那個身份證的姓名欄欄位不夠 好那你想一想 當初設計這個身份證的姓名欄的人 難道他是要去惡搞原住民 或是要去惡搞尤哈尼嗎 其實也不是 那可能是因為傳統的漢人的名字的框架 所造成的結果嗎 沒有錯沒有錯 在他的文化的這種經營裡面 他的認知就是名字可能就三個字 最多就四個字嘛 那當然透過跨文化的對話之後 我們才要起 原來名字有很多可能不同的形式 好 這個時候我們的社會就開始豐富多元了起來 我認為 對於這個 狩獵的這件事情的 這種重新的認識也是一樣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國家裡面 當然 國家裡面有這個主流的族群 Dominating的這種人口多數的主流的族群 主流的族群裡面有他自己的一個主流的文化 當我們在行使國家的權利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很不自知的 把我們自己本身的族群的文化 放在這個國家的這種機器的這種權利的實踐裡面 我們以為我們在實踐一個中立的國家的權利 可是其實把我們的文化偏見放到裡面去了 那對於獵槍對於狩獵的這個事情 它其實就是反映了一個農業的稻米的文明的一個文化 對於這種狩獵的文化的一種誤解 所以我剛才講說 在原住民的文化裡面 它其實不是去計算物種物種的數量 或去看它是不是保育類 但是它保護那個棲地 它維護那個什麼地方可以去什麼地方 什麼時候該去的這樣的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如同我剛才一開始講的 它也不是只是一個平面的規則 它跟對於動物的知識 對於棲地的知識 以及對於市族的 或是我們講傳統領域的知識 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剛才講說 國家如果認識到自己的局限 跟原住民的部落合作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讓原住民的自治可以落實 讓原住民的傳統領域權可以落實 讓那個市族的或是其他的文化裡面 可能是家族可能是部落 對於那個地景的對於領域的控制 能夠回到生活的實踐裡面來 那這個時候那些我們說 年輕一輩的可能是他 他過去覺得說這個已經被國家化了 這個已經是跟我沒關係了 不是我們部落的 多偷一點就多偷一點 當然就會產生這種失去的現象 可是當你把權力回歸到部落 回歸到社區的時候 這個時候在管制這個年輕人的人 就是這個部落 在維護這個公約的人 就是這個部落裡面的人 那我認為這個其實是一個 國家跟原住民合作的開始 我們不可否認就是說 在國家的現在的這個制度裡面 有缺陷 在原住民的社會裡面 也因為過去的傳統制度受到破壞 而出現失去的狀況 那我們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 其實最好的方式就是 國家跟原住民合作 透過原住民族的自治 透過傳統領域權的這種承認跟落實 讓我們的這種保育能夠真正的能夠實踐出來 這個是我的看法 不過這樣一個事情 這樣一種觀念在實務上面 它應該是如何的去面對 例如說我們以這一次的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其實在原住民族基本法裡面 第十九條裡面就有提到說 原住民族在原住民族的土地上面 有狩獵的權利 可是這個狩獵的權利 可能又跟其他的槍炮刀 難道那個概念如何在這種 這個例子上面去落實的可能性又是什麼呢 我想這個大概有兩個途徑 而且這兩個途徑恐怕都要同時來進行 第一個就是說 在這種法律的制度上面的這一種調整跟修改 雖然我們有這個原住民族的這個 基本法已經通過了 但是原住民族基本法 它大概是一個比較基本的這種宣誓 就是跟這種權利的確認 可是在很多的這種落實上面 其實需要有這種 譬如說像是自治法 譬如說像是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這裡面進一步的去做規範 然後跟這個現有的法律之間去做這種搭配 那我們現在缺乏的是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第二個我認為空有法律的建構也是不夠的 就是說其實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說林務局過去在司馬庫斯的這個局務的這種事件裡面 他們也曾經主張說 對啊我們原基法通過 所以我們要承認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權利 可是我不知道你的傳統領域在哪裡 因為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還沒有通過 那按照原基法裡面是說這個 關於原住民族土地的這種恢復啊取得處理 要另以法律定之 那這個另外要定的這個法律還沒有通過的時候 我們林務局的說法 就是說那我們怎麼知道透過什麼樣程序去確認你的傳統領域在哪裡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我這幾年參與到政府部門之間的一個協商的時候 我卻深深的感受到在行政體系裡面 因為行政要一體 所以原民會送出來的法案送到了行政院 在院會裡面他就必須要經過這個不同的部會之間的這種協商 有一個確定的這種行政院的版本 在這個過程中主導原民會版本或挑剔原民會版本 最利的也是類似像林務局這樣的一種支援治理機關 意思就是說如果他真的只是因為這個法律還沒有通過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確認的話他應該希望他趕快通過啊 可是實際上在這種運作的時候在政府部門運作的時候 他又在阻擾這個法律的通過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光有法律這件事情 他其實可能只是一個表面 這裡面還有一些更深層的原因 這個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是一種彼此的不信任 這個不信任譬如說林務局覺得說 像剛才關老師您提到的一個現象 他覺得原住民也有人在盜法啊 那如果說我們交給這個權利歸還給原住民部落 他不就在那邊就一團糟了嗎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我們希望的資質不是說在現在的國家的法律裡面 開一個洞之後他就變成一個破口 而是說我們那個留一個空間讓原住民用自己的管理規則來管理自己 一樣要管制一樣要管理 那他可能是從那個對於物種的數量的計算 轉換成為是這種對於地景的控制 這個事情其實是原住民跟國家的這種對話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曾經跟那個林務局的副局長 在一個場合裡面跟他談到這個兩種邏輯的差異 他說那這樣的話其實我們可以有一個做法 就是說你事後再做這種年度的統計 你不用事先去做申報 你經過用你用地景的管理方式 但是我們最後事後再來做統計 這個也是一個這種妥協的辦法 這個是可行的 意思就是說我們總是能夠找到一些 讓兩者可以這種對話的跟合作的空間 那回到我剛才講說第二個途徑 除了立法修法之外 我認為建立信任這件事情很重要 建立信任 這個信任其實是包含是像是現有的林務局的 這種國家資源的治理機關 跟原住民部落之間的這種相互的信任 那我認為就是說透過一些已經在進行的一些努力 譬如說這種部落的這一些這種發展的計畫 對於這種森林的維護 這種小型的部落的公約 我們要一步一步的去展現原住民 對於這種自然資源自主自理的這種能力 在這種互相信任的基礎越足夠的時候 它其實是能夠讓這個立法的這個過程能夠越順暢 可是這個不信任會不會一方面是來自於官僚本身在所謂的管理上面的便利性 另外一方面是來自於在文化上面 事實上根本就不理解它恐怕也很難去信任不是嗎 對我非常同意 我非常同意 但是這個事情除了不斷的對話之外 我覺得其實還是要再對話 我曾經在很多年前 我在那個還在做我的博士論文的研究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我在堅持鄉的後山的一個小學 這個這邊每個禮拜三的下午 我去做一個這個類似像客服的活動 在這個客服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小朋友談 請他們回去跟家裡面的長輩問家族的歷史等等的這些事情 曾經有一個議題就談到林務局 就說林務局來了 然後我們的爸爸去打獵 然後被這個移送等等 就開始有人在討論怎麼辦 小朋友就七嘴八舌的講 那有人就說 那我們出草啊 有個小男生 我們出草啊 有別的小朋友說 不行啊不行啊 我們現在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時候有個小女生說 那我們就用愛的語言感動他們 如果他們不懂 他們誤會我們 我們要想辦法讓他們懂 我覺得 這麼多年前的這個小女孩講的這句話 我到現在都還覺得 那個是一個絕對的這個真理 就是說去溝通 國家有國家的這種盲點 我們要讓他認識到那個盲點 那當然讓他認識到這個盲點 跟溝通的方式有很多 在王光路的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認為包含對於這個司法的體系 或是現在的這種行政的體系 甚至是這個監察這個體系 我們其實都認為說應該要來重新檢視這個案件 然後呢 包含這個非常上訴 各個案的非常上訴 以及這個整體的現在的原住民的專業法庭 專業法庭裡面的法官的素養 都應該做重新的檢視 那去看到現在的這個法律裡面的這種不足 或文化的偏見 然後進一步的往這個自治的方向去做努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當不同文化跟不同文化之間 當他交會的時候發生衝突 他是一個必然 他似乎是一個無可避免的事情 只不過當我們怎麼去看待一些異文化 或是不同文化的時候 如果執政者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地位 如果自己覺得自己是權資權人 如果一直覺得自己是可以去管理控制這一切的話 我想這個是根本就無法溝通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藉由這次王光路的事件 不管我們的民間團體提出了什麼樣的訴求跟主張 我們都應該把它視為是一種社會對話 溝通的一個必然的過程 而我們希望我們的執政者 特別是漢人的政府 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應該是謙卑以待 謝謝非常謝謝關大維、關老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談論相關的話題 謝謝 我們下個禮拜訪再會 我們拜拜